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這個圖是某公司300女員工 也就是總人數是300的 每分鐘心跳次數的相對次數分配折線圖 這是相對次數了 這是心跳次數 他說則下類敘述何則正確 我們看A選項 他說心跳80到90次的 有80米 80到90次的 他說有80米我們看是不是 有20% 那20%總人數300人 300 乘以20% 20% 那這樣多少 有60人 不是90人 所以A是錯的 我們看B選項 他說心跳不到70次的有75人 不到70次的 就是這兩個 60到70 50到60 這兩個 這兩個加起來 25% 這5% 加起來30% 就300人 就300人 乘以30% 30% 有90人 所以B應該有90人不是70人 這是錯啦 再我們看C選項 心跳50到60次的 心跳50到60次 50到60次的人數 10% 所以他相差幾% 所以他相差幾% 減掉15% 少了10% 少了10% 那10%的話呢 負荷號代表少 全部有300人 乘以百分之 10% 負荷代表少 所以少了多少 少了30人 所以答案是少了30人 所以C選項是對的 再我們看第一選項 第一選項的話 他說 心跳次數的中位數 在60到70之間 這一組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來看 你那個中位數 就是第 第什麼位 第150位 150跟150 51位的平均 那現在的話 150位相當於什麼 相當於是50% 我們來看50% 在哪一組 這裡有5% 這一組有5% 這一組有25% 25% 加起來是30% 所以不在這裡 但是這裡的話 他有幾% 這個他有35% 這個他有35% 35% 那這樣加起來的話 就超過50% 50% 這裡是不到50% 這裡加起來 已經超過50% 所以第50% 所以第50% 就是中間那一個 第150 跟第151個 都在呢 都在這一組 都在這一組 這一組就35% 這一組 70到80 也就是說 中位數 數字在70到80的這一組 所以答案是70到80 不是60到70 所以這是錯的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要選C 是的 算是